这节课咱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拿到了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之后 我首先第一步并不是说要直接进行一个建模 而是说要看一下数据内部的一个分布情况 通常我们都会做这样一个EDA 就是用这样一个可视化展示一下数据内部之间的一些结构 这样是便于我们之后进行一个建模分析的 首先先来说一下这本数据吧 这回给大家拿到的数据是关于维基百科上的一个点击量的一个数据 维基百科就是可能咱们国内上的比较少 国外上的都是咱们在国内上的是不是什么百度百科 这个百度百科在国外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它里边收入的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是一个就是里边不光是有中文的词条 还有这些法文德文或者是英语 就是很多种国家语都汇集在这个非常大的维基百科当中了 然后我们拿到的一个数据就是对于现在我们来看 左边是一些词条 比如说现在关于某一个明星或者说包于某一个事件 或者是关于某一个知识点等等 反正就是你能想到的东西在维基百科上基本上都是可以搜到的 关于这样的一个词条 然后右边是它的一个点击率 这个点击率就是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 我们来看它是从这个15年的一个7月1号 一直到这个16年的一个12月31号 一共大概是有这么一年多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接到一个任务 然后对于每一个词条 我们想预测一下它未来的一个点击率可能会是多少 但是咱们就是得想这么一个事 在咱们建模之前我们得考虑一下 就是这批数据来之后我们直接建模就可以吗 比如说这一数据来之后 我直接就把这个数据然后划分成这样一个时间序列 一个一个都是时间序列 然后我直接就是建立会有模型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这样可取吗 或者说这种方法做的合适吗 咱们现在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就得想一想 对于我们最终进行一个建模影响因素在哪里 可能来说现在光从这个数据层面上 我们看不出来太多东西 所以说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些可视化展示 通过一些可视化展示我们就来看一下数据内部 它存在着什么样的规则呢 第一步我先看了一下 就是打印了一下用Pandas 打印了一下我的一个TrendInfo TrendInfo里边它会告诉我当前的一个词条的一个 当前数据的一个大小 以及它有多少个列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memory的一个大小是多大 我们来看现在的一个memory基本上是占了我的600多兆 咱们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它有个值百千万十万 它有14万个词条 这个只是取了维基百科数据当中很少的一部分 一共是有14万个词条 然后每个词条随着每个时间的一个点击量是等于多少的 那咱们来看就是说 现在的我的一个数据 它里边都是Flow类型 都是一个伏点数 18.0 11.0 5.0 13.0 我们来说这里边好像是没有一个小数 比如说15.1 26.2 它最终都是一个.0 但是它就跟一个整数是一样的 它没有出现个.3.5.6 所以说第一步我可以把这样一个Flow类型转换成一个印的类型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Flow类型是非常占内存的 但是印的类型我们在内存就比较少了 我们可以来尝试做一下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在这里我用了Pandas的一个函数 就是把我的一个数值进行转换 然后我把当前的一个Flow类型给它指定成 转换成我的一个Integer类型 在这里写了一个循环 就是说对于我所有的列当中 每一个列都要去做这样一个转换 转换之后我再打印一下我当前的DataFrame 点Head一下 Head完之后 这就是结果18 11 5 13 14 这都是我的结果吧 现在原来是一个.0 现在.0去掉了吧 咱们来看一下 当我去掉了一个 当我把Flow类型转换成印的类型之后 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样 现在我们来看 原来是600多兆吧 现在变成了一个印的类型 它只有300多兆了吧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你就是可能你的内存是不够了 或者说运行速度比较慢 咱们也可以把这样一个Flow类型转换成印的类型 这样类型相对来说是非常省空间的 我们就可以先做这样一个转换 然后就要想一个事了 在我的一个维基百科这个数据当中 是不是说它哪个国家语言都有 那我就是对于不同的语言 我建立同样一个模型去预测 这样科学吗 好像来说不太清楚是吧 所以说我们先要来看一下 在我的一个维基百科当中 我这个不同的国家出现的一个词频 或者说不同的一个国家出现的一个个数 分别有多少 我想分国家的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我就用到了这个RE啊 就是我去做这样一个匹配 在这里呢我测试一下测试什么 测试一下我们的数据当中啊 我们来看 数据当中啊它有一个位置 就是说有些位置啊 它有ZH ZH表示中国吧 还有这些英国啊 德国啊 法国啊等等啊 它每个都有这样一个分别的一个标志符的 在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对于不同的标志符啊 做这样一个映射 然后可以看一下 我不同的标志符啊 它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数量 分别是多少 就相当于是把我的一个词条啊 就是做了一个分类 现在咱们拿到就是所有词条 在上一层我们又做了一个分类 分成了中国英国啊 美国法国德国啊 分成几个国家 咱们来看 现在呢我最终啊 用这样一个counter 用这样counter又统计了一下 它的一个个数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说不同语的国家 比如说英国就是大概有两万多个 然后日本两万多个 然后中国中国有一万多个 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其他国家还有俄罗斯啊 什么的啊 反正就是对于不同国家 我又进行了一个统计 统计完结果先拿出来了 还有一个NA NA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当前这个国家 它是可能是出现一些错误的情况下 我们给它指定成了一个NA的一个值 然后呢 对于当前的一个数据啊 我们就要来进行一个划分了 在这里呢 要对我的dataframe啊 进行一个所属的划分 dataframe当中啊 我就判断一下 如果说等于EN的 然后我也单独拿出来啊 它就是单独拿出来一个列 叫做一个EN 然后呢 ZH啊 咱们对中国再拿出拿出来啊 叫做一个ZH 这回呢 我就是说 相当于是先把我的一个数字词条啊 基于国家又做了一个划分 想看一下就是不同国家啊 它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是长什么样的 那现在啊 就是我想画的是一个总数 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不是有每一些国家的一个词条吗 那我想看一下就是说 这些词条啊 它的一个总数变化的情况 先啊 就是不挨个字条去看 而是说 先去观察一下 它的一个总数 在这里啊 我就得到了啊 对于不同国家啊 它的一个点击量的一个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可以明显看出来啊 就是说 这个英文啊 要比其他的语言都要高一些吧 然后其他语言可能有一些奇怪 就是随着时间变化 我们来看 这个红色的怎么这么奇怪 它是哪个国家的 红色的是俄罗斯的 Rusher的 这个俄罗斯啊 可能来说在第400天 然后是从15年开始 第400天 它这个阅读量开始猛增 那它可能在那个时间点 发生了一些额外情况吧 或者说有一些重大的事件 导致很多俄罗斯人啊 都去看啊 这个东西 然后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就是国家性 比较重视的东西 所以说 它才能出现一个这么奇怪 来看 这个值啊 基本上是正常值的一个三倍了 这块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吧 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影响 那么从一个平均趋势来看啊 英国是占了第一 咱们中国呢 中国咱们大家可能用维基百科比较少 来看一个蓝色的 蓝色的 约等于很低的一个点了 因为咱们现在啊 谷歌是被屏蔽了 只能上百度 百度百科啊 已经是取 已经是 怎么说呢 一个垄断地位吧 咱们没办法上谷歌啊 这个对这个影响 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然后啊 这是说 我们现在对维基百科的一个点击量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 跟时间相关的一个序列出来 那从这个序列当中啊 我们也看出来 当我们想建模的时候啊 不同的国家 它的一个情况是有很大差异的吧 那我们就是能把这个东西 进行一个整体建模吗 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进行一个 分国家建模啊 比如说英文呢 我建议一个英文预测模型 中文的建立一个中文预测模型 我们可以啊 就是对不同的国家 分别建立不同的模型吧 因为呢 就是不同的国家 它的一个资频的一个点击情况 差异很大吧 这个差异很大 我们就不能整体对待了 我们需要分别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 然后呢 这个时间序列 我们还可以分析什么 分国家金分析啊 我们也可以看这样一个各自的异常点 因为呢 就是整体的情况下来看啊 很难去观察 就是它这个再有一些其他一样因素 比如说 嗯 这个鱼种一样因素 或者是其他一样因素 之前我还做过一个HTTP的一个异常流量检测 在做检测的时候啊 你也不能整体的去看 整体的去看啊 这个大趋势很难看出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 比如说你分网段的去看 嗯 在某一个网段下 可能这个网段下 它都是一个公司 或者说啊 它是一种 就是要么是一个公司啊 要么是一个区域 我们分网段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不同网段 它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第一步啊 我们是分国家先进行了一个统计 然后进行了一个观察 那下面呢 就是说 嗯 我们不光啊 能分国家进行观察吧 我们也可以啊 分词条进行观察 对于不同词条呢 我们也可以打印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看一下 在这里我随机选择了几个值 比如说 嗯 选了个ID号啊 从1到5000 然后随便选了几个 在这里呢 我就看一下 比如说英格类似的里边啊 它的一些不同的词条 它的一个阅读量的一个情况 那从这里啊 就是可以明显看出来一个趋势 对于不同词条啊 它都是有这样一个热度的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 比如说一个词条 它在前500天啊 都是默默无闻吧 然后突然在第500天爆发了 然后爆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也就是说啊 针对于一些个别词条来说呀 它都会呈现出来这样一种趋势 嗯 对于就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词条预测吧 那其实可能一些其他任务啊 跟我们的还不一样 词条来说啊 可能它说今天呀 这个东西就突然火了 那它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词条啊 来看断一下 当时啊 它的一个非常爆火的一个词是等于什么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一个筛选嘛 就是看它这样一个浮动嘛 如果说它的浮动 这个差异性特别大 那这个词是不是说它产生了一个当时的网红效应啊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啊 在当时网红都有哪些东西 就可以通过所有的词频啊 去就是可以通过所有的一个词条的一个变化情况啊 来找出来这些网红的词 然后进行一个统计分析 我们来看这个每个词啊 都会有都会呈现出来这样一种趋势吧 有很多词 在这个词条当中都呈现出来这样一种 就是突然爆发性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就是对于单个词来说啊 我们可以预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不光啊 可以对单个词去看一下它当前的一个结果 也可以啊 对我的一个整体去看一下 比如说啊 现在我想看了一下 对于中文来说 我现在想看一下不同国家的人呢 他关注点都在哪 他关注点越高的肯定是搜索也越高的吧 我可以看一下在当下这个时间段 比如说 中国啊 他关注的一些热点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个啊 法国关注热点 德国关注热点 我们可以啊 把它的搜索的一些排行都拿出来 看一下它的一个热点都是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把它的一个结果都拿出来 那最后啊 我还可以统计一下 就是关于这些热点啊 它随时间变化的一个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统计出来的啊 就是说在这里啊 给大家又看了一下 对于一份时间序列的一个数据来之后啊 嗯 我们通常情况下 比如说你现在任务是要进行预测 那我在预测之前啊 我也需要先把我的数据啊 进行一个了解 通常呢 我们管这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EDA 就是一个探索性的数据分析 在我的一个探索性数据分析当中啊 我就要尽可能多的进行一个核化展示 展示一下数据内部中的一个结构 以及呢 我们可能根据我的一个任务啊 感兴趣的这些点 把这些点啊都展示出来 我看一下这些点有什么样变号规则 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啊 都是我们在之后啊 在建模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 那这里啊 就是啊 前面这些东西啊 都没在看懂 它具体表示什么含义 然后呢 这块有一个老牙榜啊 这个我看出来了 就是说在大概是哪年 15年的时候吧 还是16年的时候 出了这个拉保 就太轻了 这个啊 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热点吧 这个当时我记得点击率是非常高啊 只破了一个卫视的一个数据记录了吧 那这个就是当前啊 给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对一个维基百科数据拿回来之后啊 可以先给它分模块的进行一个展示 展示完之后呢 咱们就想一想 我要不要分国家进行建模啊 这个只是说我做了第一层分类 是分国家 第二层分类呢 第二层分类我还可以分一些文章的种类吧 你是科技类啊 教育类啊 还是什么类啊 对于不同类都可以分别进行这样一个展示的 一旦啊 就是说你把这个类目啊 分得更细 分得越细啊 你的模型建立的应该就是会更精确一些的 但是呢 你的一个任务量也会更大 嗯 这块还有一点就是有个非有NA0 非有NA0的意思啊 就是说 嗯 拿到这根数据的时候啊 大概观察了一下 它底边是有一些缺失值啊 比如说这一块可能有一些缺失值 缺失值啊 它这个嗯 这个就是啊 这个公开的一个数据啊 它是这样说的 缺失的一个数据啊 它也不知道到底是0还是缺失的 反正呢 就是这点啊 咱们就暂且当成是一个0就好了 相当于是今天啊 没有点击掉啊 因为当时数据就是一个空白 它也是给我们说了一下啊 就是最好用0进行一个填充的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啊 关于维基百科啊 这样一个EDA的一个展示 嗯 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嗯 维基百科这个数据啊 自己进行一个预测 然后看一下模型的效果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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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